再來來看中華市工作 金大師母為了家庭照顧留學家庭 協助這些小孩的競爭力 按這個民國八十九年開始 就來去辦公室給修理好和單親家庭 國中小學生不用費客業的福德班 今年的四月 市工作是在度推薦出 不用費客業福德2點空 不但有不用費的客業福德 再來開辦公室兩提出 不用費的客人領隊 什麼 田田圈 中華市工作安排專業的載家老師 來教孩子 市長喝小孩也帶著老師 做火跟孩子當手 這是牛角的造型喔 喝小孩說 工作從民國八十九年開始 專門為小家庭的孩子 開辦不用費客業福德班 由中華書台上大學 以及中中 中路在學校成為優秀的學生 用一個對一個方式來福德功課 今年四月工作總價位就在生氣 如果不用費的客業福德 也來開辦兩提出不用費的領隊 拜六星期有請中師來中中 中路 在大高大桌來幫他們做客業的補習以外 我們對他們這個數字之間 也怕他們去俄派做派 所以我們特別在這個四月的期間 在這裡有這個 五十六星期這個 客業的補救教學 所以 幫他們補習他們的客業以外 我們也可以開這個夏令營 有各種夏令營班喔 比如這個捏圖 陶圖 彩繪等等 很多這個暑期的夏令營班 我們希望我們給這些 不是這個有小孩 這裡可以參加夏令營 我們讓這些六歲家庭 同樣他們可以嫁到 這個快樂的暑假 一工作之外 今年四月七百年 一提出有五天 第一提已經拿完 第二提出也還有免疫 父母主義的鄉親 可以拿孩子來工作 社會科報名 大眾的新聞 中西梁 中華 蔡宏 報道